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0月20号特朗普宣布 由于俄罗斯长期违约 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 与此同时 他还称 在俄罗斯和中国保证停止研发中短程导弹的情况下 可以与莫斯科和北京签订关于中短程导弹的新协议 而普京表态 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俄罗斯也将跟随退出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威胁 可能预示着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开始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也因此出现分歧 英国称绝对坚决站在美国一边 而德国则称特朗普此举令人遗憾 11月6号 美国迎来中期选举 将改选全部众议院席位和三分之一参议院席位 但炸弹包裹和犹太教堂枪击事件 冲击共和党竞选势头 令特朗普支持率大跌 美国盖洛普公司10月30号民调结果显示 支持特朗普的美国选民下降至40% 而不支持率上升至54% 另外数千名中美洲非法移民压境 让美国社会更加分裂 CNN最新民态显示 54%的选民倾向于民主党候选人 41%的选民倾向于共和党候选人 这是中期选举自2006年以来 民主党优势最大的一次 预测机构普遍认为 共和党人可能将保留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民主党人预计会赢得众议院 特朗普获程跛脚压 弹劾程序将再次启动 美国退出中岛条约 是否开打新冷战 世界和平的威胁 是根本性的 目前看是向俄罗斯施压 不能责怪美国 它不是单方的一个决定 美国会否要求中国 与美俄递结新的军控条约 他们三方还会定立一个 类似的相当的条约 从而达到三国之间 相对来说的一个力量 那是天方业 它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俄罗斯不背锅 中国也不要背这个锅 一虎一息谈皮肌 中选在即 特朗普撕毁中岛条约 是否打开地狱之门 一虎一息谈 全球的华人你好 欢迎收看 由格力电机为您赞助的 一虎一息谈 退退退 又要退 谁在退呢 美国总统斯朗普 他又要退了 他这次要退出的是不一样的 中岛条约 他把自己的这个步伐 从中岛条约 要退回到原点 回到什么原点 有人说他要退回到新冷战的开始 真的是如此吗 这个退跟的是不一样 因为他会引起很大的震撼 现在全球都在说话 包括俄罗斯反弹 包括了欧洲也在反弹 但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是说 这个退会对他的选情 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算一算时间 几天之后 美国令人瞩目的 其中选举就要登场了 特朗普 可我党 还会是继续的大赢家吗 首先 场中央的社会嘉宾 简单的来告诉我的 这件事情当中 坦白说说话 真退假退 真的会退吗 大明 目前看是向俄罗斯施压 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 他没有最后决定退 而且即便退的话 还有六个月的这样一个延缓期 特朗普说退的事情 还没有反悔过 通通都退了 所以我的预计 这次恐怕真的会退 但是在退之前 一定要拿到他的筹码 他每次的退 都是为了进 就是为了获取利益 每次的退都是为了进 你退两步 我其实要进的是三步 来导弹专家杨成军 绝对是要退的 绝对是要退的 因为特朗普呢 按照他的这种美国优先的思维方式 和冷战的思维方式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退出中导条约 我认为是肯定要退的 肯定要退的 大家看看大屏幕 你看中导条约当中 四位嘉宾当中 有两位都肯定要退 可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退 那么现在呢 美国 这个他提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俄罗斯并没有遵守这个条约 他就说呢 俄罗斯在发展 9M729的这个巡航导弹 那么我们看一看美国 他是不是在遵守了 这个中导条约呢 一方面看他的现役的 这个战斧巡航导弹 当时这个中导条约里面 限制的是陆基的中程导弹 和中进程导弹 战斧巡航导弹呢 他既可以从海上空中 也可以从陆地上进行发射 而且他最大的射程 可以达到2500公里 这肯定是在中程导弹的 这个限制的范围里边 但是他仍然在发展 在升级 在进一步的更新 战斧巡航导弹 战斧是83年这个物列的 实际上当时开始 签这个条约的时候呢 当时苏联方面认为呢 战斧应该是符合这个条约 本身的限制的 那后来当时 但是美国认为 它是一个所谓的亚因素武器 不是战略武器 所以不算 但是最后达成的结果 是说呢 在海基部分可以接受 但是苏联接体之后 马上美国就放到陆基上去了 还有 这个美国呢 这些年来 不断地在发展反导系统 那反导系统 它去拦截谁 它拦截的 所研制的 所试验的各种靶弹 这些靶弹呢 都是可以具有 中程飞行射程的 程军兄提到这个 很重要的关键点 那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嘛 你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到底是谁 真的没有遵守这个条约 你看在画面上 问题整理出来说 美国在过去多年 当它销毁了有 800多枚的中程 跟中程的进程导弹 苏联当时就已经有销了 1700多枚的 中程跟中进程导弹 其实坦白说实话 当时双方都有动作 但是我们能说 是因为做得不完整吗 云飞 实际上当时签这个重点条约 它削弱了的是俄罗斯的优势 美国的优势 它并没有削弱 别看它销毁了那么多导弹 但是呢 美国的优势 在于它的海基的导弹 和空基的导弹 这方面呢 俄罗斯当时比美国要差的很多 可是俄罗斯对美国这些国家 最大的威胁 就是它的中程导弹 俄罗斯为了表示它的诚意 答应了这个条约 可以说这个条约呢 是冷战这个时期啊 以后留下的比较好的一个遗产 有正面作用的一个遗产 只不过说 这个美国呢 现在感到这个条约 对美国发挥现在的优势啊 它已经体现不出来了 好 到现在我一直观念在所在呢 那美国双方都各有各的说法 是谁没有在这遵守呢 马上要请出两位加班 一个来自俄罗斯 一个来自美国 我们首先先连线 前美国共和党亚太区的主席 方恩格 我们马上可以看到他的现场 另外在我旁边的这位 特别的新闻嘉宾 是来自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高级参赞 法杰耶夫 掌声欢迎 法杰耶夫 好 两位嘉宾 我们可以先 首先先听听看 方恩格 很显然的 你是代表美国共和党的立场 那个中导条约 重回原点 有人说 这关键点 天错 万错 特朗普的错 对不对 我们美国 不管是共和党 民主党 都会支持 特朗普总统 做下这个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早期 是在欧巴马任期之内 就获得请资 就是俄罗斯 是不遵守这个条约 那特朗普是现任总统 当然他最大的责任 就是对美国的 国度安全 那如果对手 对方 是没有遵守条约 那为什么只有单方 美国要继续留在里面 那这样子是对美国 完全不符合美国努力 每个国家的元首 会做下同样的决定 来 方恩格 等一下 我知道法杰耶夫 已经要反击了 他里头讲的一个观点 是美国媒体 不断地强调说 是因为你俄罗斯 自己没有在遵守 实际上俄方多次声明 俄方并没有 以任何方式 违背这个条约 此外实际上苏联和美国把关系正常化的这一段 刚才已经说了签署了系列条约 包括前些年签署的这个反导条约 也就是先前反导条约 然后系列这个消减战略武器的条约 最后又把这个中导条约一块签上 这样就构成了当时的世界战略稳定的一个基础 那么美方近几十年 要稳步地动摇这个基础 这种情况 我们还得听起言而观起行 法杰耶夫讲 这下就不一样了 外交官眼里都讲了 并没有说完全 目前也都还没有启动 所以说这里当中似乎还有谈判回旋协商的空间在这里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 方英哥你非常熟悉特朗普他的新式风格 这是不是他指一个谈判的筹码 如果看特朗普总统对任何议题的谈判的作风 不管是环保 比如说巴黎协定 或安全国防方面的协定 或自由贸易协定 当然他的谈判的作风是在第一时间他就会说我们要退出 但是如果是筹码的话 其实这个都在俄罗斯要自己决定 他们有没有这个议员真的要遵守这个条约或重新谈修改这个条约 这真的是俄罗斯要决定 不是美国自己要决定的 首先我刚才已经说了俄方并没有违背这个条约 此外呢 俄方的诚意 我们是充分显示出了 普京总统在会见布尔敦先生的时候 他也表达了俄方的立场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争端分析完全可以通过利用专家层面的以及政治层面的双边对话的机制去协商解决 好 来 这两位互相争锋相对的同时 我们要请天平来帮我们来解读个图板 天平您在这画面上可以看到 你看中导条约他签署之前的美苏杀伤的话很恐怖 这个几乎都涵盖在之内 所以说俄罗斯官方特别强调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 你要他你要讨价怀价也别在这个重大的事情上 这件事情他的严重性在哪里 他的杀伤性在哪里 您的观察呢 两点 第一点呢 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是根本性的 第二点呢 就是对美国来讲呢 他也是跟这个国际社会整体的过去传统的国际社会啊 背离的也是非常厉害 那么这两点呢 我觉得有利有弊 有利的一点呢 就是说这是特朗普做的是一个很有利益 欧亚大陆团结 欧亚大陆最后世界稳定的一个举动 但事实上 应该说在特朗普之前的美国 也开始努力在对中导条约有很多反感 比如说基本上是2014年乌克兰出现问题的时候 当时的奥马政府就开始努力要 想办法要调整中导条约 当时他不想选择退出 而是在中导条约本身的机制解决问题上进行解决 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 他选择退出 而是非常明显 它是反多边啊 反双边这种方式 这种退出本身在国内意义上讲 应该说虽然民主党忌惮 说有问题可能会有风险 但是国内意义上讲 应该说还是符合军方利益 继续要请教一下云飞之前 我让云飞先看一个 躺下年轻朋友的题板 我要问年轻朋友一个问题 如果假设这个中导真的是退出了 那个美俄之间双方都会截手截脚了 对吧 他们就很自在了 可以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备 不断的提升 是不是会造成一种军事冲突 你非常担心的举战成 相反的反对 三二一 会不会发生 你看放眼望去之下 你往后看了 其实大部分的都会觉得会赞成的 所以其实坦白说 他这种站在他们这样高度的人 一定知道他的反应是如此 那为什么还要走到这一步呢 云飞 其实这个美国要恢复 他的中导部队的建设 可能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复杂 很简单 比如说美国现在在波兰和罗曼利亚 他装备了两个反导系统 就是标准三反导系统 这里面有个技术问题 标三反导系统 它的发射系统 发射南极弹的那个系统 是马克41 这个系统既可以发射标准三导弹 达空中的导弹系统 也可以发射巡航导弹 而美国在欧洲 又现成了空军基地 在那就储存有巡航导弹 不光在欧洲 在亚太地区也有标三系统 所以美国它说要退出中岛 它可以迅速地形成在欧洲 对俄罗斯 对加利云格勒 巨大的压力 所以它退出这个中岛 其实我看退意已定 因为中岛协议里面 第十六条规定 双方如果有一议 可以协商修改这个条例 它没有提出 这是为了增加在欧洲这一部分 甚至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和俄罗斯再形成新的优势 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 好 来场下了 年轻朋友们用的题牌告诉我 你觉得美国退出中岛 势在必行的举赞成 三 二 一 大部分都觉得说势在必行的 也有部分的是举反对的 我听看 举反对牌的举高点 请说 特朗普这回提出这个中岛条约 实际上它本身 它这个军事面的这个层面的考虑并不是太多 我认为它还是从经济上的层面去考虑 而且它这个中岛条约 当时签订的时候 历时了三年三年多的时间 那么我想它如果提出退出中岛条约 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 即便它提出来到它真正说它实际要退出 这个时间要超过五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呢 这是它的想法我觉得是 一句话叫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那近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表面上看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 但是呢 世界多极化的格局 往往就带来世界彼此之间的冲突 然后呢 比大国之间博弈也非常竞争激烈 反而对人类并没有好处的 我觉得维护那个美国一超多强的这种格局 对人类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并不希望那个 美国现在选择退出中岛条约 我觉得最好是美国应该优先发展自己的本国经济 把经济搞上来 美国经济依然是有希望 如果能够美国有那个责任感 带领其他国家 就是更长远的眼光 更大的智慧来进行发展经济 发展人类的各方面的事业 战胜贫困呢 然后发展经济啊 各种各样的方面 我觉得会更好的 你刚一回来的第一句话你说什么 你说人类一思考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上帝就发笑 但是你知道下一句你没有讲出来 特朗普一思考 欧洲不敢笑 为什么呢 休息片子回到现场 谢谢 如果继续 中国继续发展 它的这个军事导弹能力 当然美国要有它自己的 会不会有利于 地区稳定和和平 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造成巨大的威胁 要责怪的对手 不是美国 是俄罗斯 看来中国的专家 不太赞成让俄罗斯 被黑锅 一呼吸牌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刚刚如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有一群人就更不敢笑出来 就欧洲人 欧洲人就说 奇怪了 你这要退出中岛 坦白讲说实话 那牺牲的这块土地是谁 是在我们在欧洲的这些民众啊 你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欧洲焦虑 焦虑 很焦虑 他们会说为何受伤的总是 我们来看看官方的表态 德国现在反弹非常大 德比较特风 中国在这里头当中 它是直接维持到我们欧洲安全核心的利益 法国的总统马克林说 他跟特朗普通电话了 他就对美国的作法表示指责 英国的国防部长 这个是说 我们是跟美国是站在一边 但是我们看到 欧洲的很多智库就说了 你是在特朗普牺牲了欧洲 是在欧洲的噩梦 灾难性等等等等 在这边我们要问关键的所释 欧洲会不会变成火药筒 在这部分当中 我先看一下云飞你的观察 欧洲的反弹 这个欧洲确实是个受伤者 但是特朗普他考虑的是要牺牲他国的利益 至于保护他国的利益 这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的 首先保证美国绝对安全 然后考虑俄罗斯的利益 把它进一步的减转 第三才能考虑欧洲的利益 然后下一步再说的事情 但是我倒觉得可能对于特朗普来说 他可能不考虑欧洲 第三都不考虑 有种这种情况 其实应该知道 反导条约本身一开始有这样一个进程 就是1979年的时候 当时联邦德国的一个总理施米特 他才主张这么做 因为两个国家这样冲动 本身对欧洲压力很大的 所以这种条约应该说 三十年代保持了欧洲整个的战略稳定 那现在看如果真的是没有了 他战略一定当然是没有 没有当然有可能是两个情况 一个是像马克龙 他会继续推动欧盟本身的军事化 不但是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东西 而是一个军事化的东西 自己来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另外一个就可能有分裂 比如我们能看到 欧洲向德国向法国非常反对 英国反倒支持 因为为什么英国支持 离莫斯赫最远嘛 他当然支持了 这说对他来说可能压力最小 而且他有脱欧的风险 所以他支持 可见实际上欧洲 面对这样压力的情况下 仍旧是一盘散伤 好 欧洲的一盘散伤的同时 但相对来讲 面对欧洲部分的国家的指责 那美国是怎么想的 方恩格还在现场吗 方恩格 方恩格 还在 还在 你胆子蛮大的 继续接受我们的子弹 来 给热烈掌声一下 这个时候站在方恩格的角度 来 方恩格 看到这画面上 欧洲有许多的官员 在这段期间当中 不断的强化 就是说特朗普这个决定是 牺牲了我们欧洲 包括民众的安全 请回应 不是这样子 我们不要误会欧洲这个反应 欧洲的角度是来自哪里呢 不是因为特朗普要推出 他们角度是来自俄罗斯 不遵守条约 而继续研发这些忠诚导弹 所以他们谴责这个条约不存在 是对的 但是他们知道 要责怪的对手 不是美国 是俄罗斯 这个欧洲是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 最近欧洲国家 他们对特朗普 推出不满是事实没错 但是他们也没有说 是美国不遵守条约 他们也知道 是俄罗斯不遵守条约 再次听到 这位美国朋友 在指控俄罗斯违背条约 我在这方面就非常的佩服 这几位嘉宾的专业水平 看来 中国的专家不太赞成让俄罗斯被黑锅 然后呢 关于欧洲方面呢 实际上 欧洲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欧盟成员国 但是欧洲并不单一 所以欧洲不同国家的这个表现 他们的立场也很可能差距很大 个别的国家 可能不排除 会很乐意 解除这个中道条约 可能会希望美国再增加 在其领土之内的 无论是防导弹系统 还是导弹系统的这个部署 但是 老欧洲国家 德国的立场 我们都听到了 法国的立场 我们也了解 我相信 所有的 这个脑子比较清新的人 他们都不会愿意 来 毁掉 目前 确保 战略稳定的这个系统 这个争割的世界的机制 法吉尔夫刚刚有一句回答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你说这个最主要的是 美国想甩锅给俄罗斯 那不太可能的 相对来讲 他不仅是想甩锅给俄罗斯 现在还甩锅到中国身上 您在画面上 我们所看到的 为您整理说 特朗普 他说这份条约 没能够限制中国发展 中程和中短程的导弹 对美国的安全 构成了巨大威胁 你这个协议当中 本来是美国跟苏联当时钱的 结果你在这个时候说 我要退 况且把中国拉到在里头 传达出什么样的政治讯号 天平 美国过去呢 他认为全世界 对世界和平影响的是恐怖主义 现在呢 他不认为是恐怖主义 他认为是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俄罗斯 中国 变成了他的第一第二竞争对手 所以特朗普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他认为整个世界 从苏联解体以后 把他凑到老大地位的时候 那么这几十年 他老大做的并不舒服 打了这么几上仗 包括颜色革命 从政治上经济上 军事上 搞不垮俄罗斯 搞不垮中国 那么欧盟的 离德的这个倾向又很前 又很重 特别是法国要搞法德军团 要把北约清除掉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人认为 我只做爸爸 我发展我自己 所以你们的协议 全部扯淡 那么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一旦欧亚大陆 我控制不了了 我回美洲 我还是老大 你们打我打不了啊 你这个 然后如果有事了 我再到欧亚 关键是欧亚大陆不团结 好 我们跳到这个台北线上 方文革还在吗 方文革 还在 还在 好 最后一个问题问你 为什么这个时候 也把中国扯到这了 这个条约当中 本身签署都跟退出 都跟中国没有关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 会点到中国 没错 中国不是在条约之内 也没有签这个条约 但是美国 我们要记得 他在亚太地区 有他的梦游 日本 韩国 韩韩 北陆平 所以美国也有义务 在他们跟这些国家的 这个条约之内 那如果继续 中国继续发展 他的这个军事导弹能力 当然美国要有 他自己的反应 这个这个是很 我们都可以理解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如果美方 在自己亚太地区的 盟友领土上 部署金中程导弹的话 会不会有利于 地区稳定和和平 这个是要看 当地的 当地政府 比如说 日本南韩 菲律宾 等等国家的 民众跟领导人 若是在美国 跟这些国家的 条约之内 允许美国部署 而且这些国家 有这个意愿 这个也是很 我们都可以理解 也是不能责怪美国 它不是单方的一个决定 我可以这样子来解读你的意思吗 就是主要是看美国的利益当中 谁是我的朋友 不是这样子啦 要看这些国家 如果他们觉得 不管是来自哪里的危险 而需要 美国部署这个能力 那就是这些国家 他们提的一个需求 对不对 我觉得重点是 俄罗斯 有没有 意愿 之后 遵守 美国 俄罗斯 所有的 这些 条约 如果 没有这个意愿 遵守条约的话 那当然 特朗普会有 这个意愿 继续推出 所以要看俄罗斯 有没有这个意愿 透明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当然有意愿 为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 做他的贡献 当然 我们愿意 确保 目前这个战略 稳定的 这个 机制 能够坚持一些 确保 战略军航 确保 世界的 和平 普京 总统会见 布尔敦 我觉得 这已经是 充分 显示出了 俄罗斯的好意 充分 显示出了 俄罗斯的诚意 好 我们继续来观察一下 特朗普当时 在11月20号 说了一句话 说 他说 美国将会 扩建他的核武库 一直到其他人 认清现实为止 这里要解读 知道到底 现实是什么 而摆在眼前的是 像日韩 他会支持吗 相对来说 他会不会真的 就早就在 西太平洋 要准备 部署了 中程导弹 早就已经是 箭债悬上了 云飞 如果在西太平洋 部署中程和 中短程导弹 将对亚太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造成巨大的威胁 或者是干脆 破坏了亚太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因为目前为止 美国现在还没有 在陆基上 部署它的 中程导弹 尽管它有 它的浅射的 巡航导弹 和空射的 巡航导弹 那但是不是 长期 常态化的部署 如果是陆基弹 那是常态化的部署 性质是完全不一样 美国在 西太地区 部署 中程导弹 这种可能性 是有的 但是呢 它又完全是 不合理的 也是不合法的 过去和 美国的 这个克莱尔将军 太平洋总部的 前司令 会谈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美国 对于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 负有责任 我说这个责任 是联合国 负予你的吗 如果不是 那你美国 是世界警察吗 是吧 你美国 你属于哪个州的 你如果在 西太地区 部署你的 中程导弹 和中进导弹 那么势必对 这个西太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带来更新的 更大的军事威胁 而不是起到 稳定和和平的作用 我觉得这一点 我奉劝特朗普总统 要做更 缜密的 更深入的思考 然后再做出决策 好 谢谢厂销嘉宾 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觉得没有一种可能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重新再定一个 相关类似的条约 这种可能性大吗 如果可能取赞成 相反的反对 三 二 一 我们看看 大家想法是如何 哎呦 似乎有一半一半的解读 有没有哪几位 你在举牌的时候 想跟我们分享 你的看法是如何 请说 我认为他们三方 还会定立一个 类似的相对的条约 因为我认为就是军事 它是一个相对平衡的 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对 它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 现在特朗普 他说他要退出 这份中岛条约 但是要维持 整个亚太地区 这个部分稳定 他始终需要 这样一份条约 也就是说 即便他真的 退出这份中岛条约 中俄美 在这个地区的三个大国 他们还是会选择 一个相似的方式 来进行相似的条约 那是天方夜谈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美国刚刚说 要退出这个中岛条约 你有什么资格 说要和别的国家 再重签一个条约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要签这个条约 可以 中国可以限制 自己的武器发展 你美国愿意 限制自己的巡航导弹吗 空射和潜射的巡航导弹 你如果愿意 全部解除 这个巡航导弹武装 那可以啊 能做到吗 不可能 我认为美国 它不会退出 目前美额 签订的中岛条约 第一是因为 特朗普言论 向来是雷声大 有点小 这次是一位 通俄门的余波未平 第二是因为 就是面临中期选举 特朗普可能要 为他的选举造势 而赢得 而赢得国内 可能是保守 保守派的一个选票 然后第二的话 美国一定会跟中国 进行导弹方面的谈判 进行中进程的 导弹方面的谈判 从而达到三国之间 相对来说的 一个力量聚合 来 掌声鼓励 谢谢 大明来回应一下 他们所谈的这问题 当时有不可能 就是不管如何 包括中俄之间 中美之间 这三国国家之间 重新针对导弹方面 回应着 现代的国际县势 做一个重新的 有默契的 一个条约的出现 我觉得现在 对于特朗普来说 他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 他要的实际上 是要维持军力的 这种绝对优质 绝对领先 他现在状态是 美国优先 无盟友 利益面前无规则 他要的是 维持这样一个 绝对优先的 这样一个军事作用 所以对他来说 就像俄罗斯朋友说了 俄罗斯不背锅 中国也不要背这个锅 全世界现在 有中导的25国家 为什么三国家签 这三个国家 它对国家的利益 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都是不同的 特别是近30年来 这个导弹武器的发展 已经非常普及了 能够制造导弹武器的 中程和中进程导弹的 有30多个国家 但是拥有导弹武器的国家 达到了106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仅仅是中国 美国和俄罗斯 在签订一个什么协议 那么对于世界的 和平又稳定 对于限制中程导弹 和中进程导弹的发展 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焦点 不在这里 更不在中国身上 所以有人说 只有目前最后一个结局 就是俄美之间 在一个限制导弹的量方面 或是细节当中 做一个默契的妥协 才可能维持这个中导 继续维持下去 你觉得可能吗 近些年我们看到 新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的行动 可以催性也不是很高 他真正的意图 我们可以猜测 但是最终 他要怎么做 很难以百分之百的平定 不过我感觉 这不是俄罗斯 让步让步的问题 因为如果美国真正愿意 让俄罗斯通过 让步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形式 来坚持这个条约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完全有足够的对话机制 可以既在庄稼前面 又在政治层面 去协商相关的实意 目前美方并没有提相关的这个想法 美国人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特朗普不想承担 那所有条约跟我没关系 我就发展我自己 一旦打起仗来 我回去 那么我还有优势 我觉得这个对世界是个好事 那么现在亚欧51个国家开会 那么正因为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 整个欧亚大陆不团结 闹矛盾 才有美国机会 如果欧亚大陆像普京一样的 欧亚联盟成立了 那么它是一个和平的事 你美国有什么事 美洲大国跟世界没关 这个是骑虎难下无法实现了 美国在伊核协议上来讲的 现在是失策 美国在军事上 对伊朗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如果美方敢骗 如此强大的国家 那小国家敢不敢骗 一胡锡牌 此时此刻 大家在争论不休息说 到底特朗尔会不会真的 最后退出所谓的中导条约 如果假设你是平壤的领导人 如果你是德黑兰的领导人 这个时候看到这个新闻 你会怎么想 香港大陆对我们请出 这位嘉宾在左手边 您紧要在画面上才看到的是 前美国兰德公司的著名的研究员 莫天安 安丁莫 掌声欢迎安丁莫 目前他特别强调关键点所在 其实是由美国 事实上来讲他有不同的战略 综合性的考量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问题是 这件事情的结局的确会影响到 包括伊核问题 朝核问题的解决 我们首先来关注的焦点是伊核问题部分 几位嘉宾看一下 你看这个时间点 这个大线来临了 什么大线呢 就是11月4号马上对伊朗的这个禁运的部分 这个大线快要到达了 当时特朗普讲得非常严重 你只要在10月到这个时刻 就不可以再跟伊朗买卖他的石油 但是你看随着时间逼近到现在为止 美国的财长姆努钦他说 我们不期待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 在11月把购买量降到零 这句话话中有话 似乎放松了这个的管制 相对的他说我们迟早是要到零的 但是时间点并没有说 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大名 目前但恐怕11月5号 清零这个是骑虎难下无法实现了 因为相关国家不会配合 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 如果跟中岛条约和伊朗有关系的话 大概是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说 本身实际上他人的伊朗是就有中岛的 那实际上他对应伊朗的话 他如果他没有陆基中岛的话 压力很大 所以他要退出 然后对伊朗有一个作为 另外我倒觉得如果推出中岛条约 本身对于俄罗斯有一个这种砝码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最近在中东的介入 让特朗普的一个中东政策 现在是非常步履为奸 所以他要有效地来平衡俄罗斯 在中东这个区块的这种作用 另外我倒觉得事实上 现在看如果对伊朗动武或者如何的话 恐怕中期选举之后 如果民主党拿下国会众议院 特朗普提前这种跛脚的话 内政议题很难做 外交议题可能就会发力 有一些冒进的行为 可能会这种可能就会增弹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并没有做错具体的部署 在军事打击伊朗 因为不管是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 美国都排除了三个航母编队以上的军事力量 部署到海湾地区去 波斯湾地区去 但是美国目前在它的第五舰队 也就是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 在其他方向 在地中海和波斯湾 并没有部署新的航母编队 所以美国在军事上 对伊朗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 伊朗怎么能够屈从于美国呢 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某某清呢 拿伊核协议来说是 为退出中岛条约制造更多的舆论而已 大家看看这个时间点 10月18号这个亚欧会议啊 是支持伊核协议的 50多个国家 特别是欧洲国家 对美国来讲呢 这个打击是非常大 所以10月20号 特朗普就说 我中岛条约要退出 那么中岛条约主要是保障欧洲的安全 所以他20号是在拿捏欧洲 拿捏欧洲呢 现在欧洲现在表态 说就对中岛条约的问题 那对伊朗来讲呢 伊朗现在也不怕 对吧 所以这就导致一个事呢 美国在伊核协议上来讲呢 现在是失策了 美国处在其中选与之后 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 针对伊朗 达到它所谓的经济挫败的效果 那是否可能 会有更多的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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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后面举选择选 我认为这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个派对Soviet的世界上 因为在英国和英国的制度上是比较少 比较少于当时有一个存在的危险 由于Soviet的Union 中国是一个巨大和强烈的国家 它是比较适合选择 所以我认为它是更加困难 我认为你所说的 在英国有很多好选择 与产相关于产党 我觉得无论是德赫兰 还是很多其他国家 都已经看到过了很多的 已经是成为历史的时间 可以当成教学资料 比如同伊朗临近的伊拉克 还有利比亚的例子 阿富汗的例子 很多其他例子 所以这些国家 当然会对自己的安全感到关切 这些安全关切是要得到解决的 而且要通过对话 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 我们是坚决反对单方面的制裁 也坚决反对单边主义 不仅是俄罗斯 还有除美国以外的 所有其他的参加方 都在坚持要继续落手 那之后除了退出议和协议之外 还包括了即将要退出的 所谓的中导条约 这件事情对平壤的政权来讲 又会怎么考虑 画面上可以看到 事实上来讲 10月20号 朝中社就发表了 属命评论文章 他批评美国是用两种面孔 对待朝鲜 如果美方来到平壤时 所说的话 和回到华盛顿时 说的话不一样 那么辛辛苦苦 所建构的互信之塔 也将围如雷软 林飞 朝鲜方面一定在想 你连这个条约都能退出 我和你签一个条约 比如说美国以后 不再军事威胁朝鲜 这样的协议 那个是不是到时候 也会退出呢 所以呢 一定会增加平壤方面 对未来他们的 这种和平谈判之路的 一种怀疑 但我倒觉得现在看 对于特朗普来说 如果是这个任期的 后两年 如果面对国内议题 很难去推进的话 恐怕这个解决朝核问题 是他外交事务上 重大的一个推进 但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他仍然采取 这种极限施压的方式 恐怕最后呢 仍然就不会有太多 太好的效果 我认为呢 要向美国通过这一次会见 或者通过签署什么协议 就完全解除 对朝鲜的制裁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呢 这个朝鲜辛辛苦苦的 发展起来的 尽管数量不多的 这一点核武器 会不会彻底的销毁 彻底的放弃 我觉得也需要 进一步的观察 我个人的看法呢 对这个东北亚前景 特别是无核化的发展 并不乐观 其实特朗普的做法 有可能保证 朝鲜半岛的和平 达到实现 因为从美国的战略调整来说呢 这次是根本性的调整 从反恐到战略竞争 大国战略竞争 那大国战略竞争 他就必须要收缩战线了 在世界上 他那么多地方 他布的兵 花的力气 他要把美国自身的 强大 那么朝鲜半岛 又有俄罗斯的力量 中国的力量 日本的力量 这几大力量交汇处 那么他不可能 获得更大的利益 那也可能 朝鲜半岛的 过去联合国军 他所签的协议 美国也会退出 那美国人到底怎么想呢 Now back to Andy If you were King Jong-un Do you really believ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keep his promise and in treaty I think there's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might not be the most reliable partner because you know administrations change interests change so I think that's just a fact of of life in geopolitics so the path forward I think has to be that there are irreversible things that are accomplished for a deal to be reached so whether that's denuclearization there's the signing of a peace treaty the withdrawal of American troops these are irreversible actions and I think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Kim Jong-un probably more likely will depend on than a promise of some future benefit I would say administrations change but the interests do not change 中国有句话 千世不忘 后世之事 实际上 在经过 三十年的 这个历史 教训 我们可以看到 在 无论是在 中道 这个条约 或者是在 其他条约 我方成为 受骗的一方 如果美方 敢 骗 如此强大的国家 那小国家 敢不敢骗 这个想法 任何一个国家 领导人 脑里 我感觉 是会有的 所以 这个 美方的 收约的 这个能力 这是一个观点 众议院的被固 对民主党拿下 和参议院 维持共和党的多数 应该说是一个 主体判断 民主党是 众议院的 最大党 其实不会影响到 川普的 他执行 他的正事 这一届政府 肯定是 受特朗普 强烈控制的一届 不管这次 选举结果怎么样 看来是 特朗普 不掉一台 特朗普是 一届主 在 accumulating and exercising power 一虎心排 等等 所以首先第一个 当然我要请教 在我旁边的 那就是Andy Andy In your prediction which party will take control of the whole Congress I think the general consensus is that the Republicans will hold the Senate and lose the House What I can see is that I think that the Republicans actually have a very good chance of winning both or keeping control of both So the Democrats need to win 20 to flip 23 seats in the House to gain control What the Democrats are becoming quite frightened about is they realize that they're depending on a lot of minorities especially Latinos And Latinos have the lowest turnout rate So I think given these factors I'm of the opinion that I think that the Republicans actually have a very very good chance of maintaining control of both parts of Congress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按照现在目前的情况 恐怕众议院 被民主党拿下 参议院维持 共和党的多数 应该说是一个 总体判断 总体判断 但是最关键的 现在可能是投票率 换句话说 比如说 对于民主党来说 如果能不能拿下众议院 少数族裔投票率 如果能够达到 比较高的水平 甚至比如说 这次投票率 如果能够达到 四成以上的话 恐怕民主党 是可以获胜的 不管这次选举 结果怎么样 看来是 特朗普稳住 第二阶台 坐在总统位置上 可能不会有大的变动 所以特朗普 近期的一些政策 还会得到延续 只不过能 只不过可能 做出一些 某些调整而已 好 我还在联络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从刚刚一开始 到现在为止呢 他也休息很久了 前美国共和党 亚太区的主席 方恩格 方恩格 我相信这几天当中 也受到很多 来自美国第一线的 有关这个选情的一些调查 跟看法 您的预测是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 预测不是终点 因为终点是 购完这次 中期选举之后 马上就会开始 往2022年 总统大选的布局 其实我们看到 过去两年 国会能通过的法案 其实不多 除了预算的法案之外 只有学改是最大的法案 所以其实很多权力 行政的权力 已经是集中在 我们白宫总统 这个行政体系里面 所以其实民主党 是众议员的最大党 其实不会影响到 特朗普的 他执行他的政策 所以还有一个最大问题 是他自己的人员组成 你在画面上可以整理出来 你看选举的结果 都还没有揭晓 可是这个时刻当中 他许多的关键人物 你可以发现 他这个走马灯 换的非常多 从画面上看到了 包括黑力 还包括大家传出来 是极有可能 要下台的赛森斯 马蒂斯 你看大家都觉得 其实坦白说实话 他们还算是温和派 就是如果他们都一一的 挂罐球具 是不是在中继选举之后 白宫是完全是超强的鹰派 这样的结构呢 来 我认为 I think Trump is no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are not hawks or doves per se but Trump certainly is all about America first and if everyone is willing to play along I think he would be a very happy person and would not want to push any type of military solution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that is the issue. But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is that Trump is a master at accumulating and exercising power and when you look at what is New York real estate about it's knowing how to strong arm people how to cajole people how to use human psychology to get what you want through threatening people by offering blandishments and politics is the same and I think he's bringing that same skill set to politics and he's a master of knowing how to exercise. 关于目前的这个美国政府而言呢我感觉是鹰派还是隔派这个我不会评定但是呢有一点这一届政府肯定是受特朗普强烈控制的一届政府因为美国的总统并不是所有总统都是这个总统对他的政府控制能力很强 前些一些总统可能政府对他的影响力更大 这一次我们是在看到特朗普他的这个意图和策划他完全有足够的工具去露得是出 欢迎哥我最后请教你个问题 我们第一次请你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两年前特朗普当选的时刻 那时候我依稀记得当时你在谈到特朗普的时候那样的神情的焕发就想到美国有个新的希望了 而现在我要告诉你跟分享的是纽约时报在九月份他刊登了一篇文章在画面上可以看到了 据称是白宫的高层人士撰写的匿名的文章 他说白宫内部有一股抵抗的势力在想尽办法避免特朗普滥用职权损害美国利益 你认同这样说法吗 其实如果看民意调查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共和党本来是共和党选民 其实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度还是蛮高的大概是九成左右 所以他还是有我们共和党的支持 那当初纽约时报投这个社论 其实我们不知道是谁 而且这个新闻两三天之内就没有人在谈 所以其实没有长期影响到唐普的执行他的政策或他的支持度 好 谢谢 谢谢所有的嘉宾 谢谢 实际上来讲这次选举结果 接下来大家都在张大眼睛看 大概六号就揭晓 揭晓每多久之后 每个双方的领导人又会有可能有机会在巴林再次的见面 对于这个再次的举行会面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法杰耶夫 我们是非常希望双边的关系 也就是俄美关系 以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不会当作美国内部实义的人质 我们还是希望美方能够以这个负责人的态度 更多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做贡献 掌声鼓励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的嘉宾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法杰耶夫又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汉语 那就是前世不忘后世之识 都说前世不忘后世之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个图 这个图是两个的国徽 我相信对Andy来说 对我们的方英格来说 还包括对法杰耶夫来讲 都非常有含义的 这象征两个国家的标志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在美国的国会下面 有个橄榄池 左边有个箭 所以在普京跟博尔顿两个见面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这个橄榄池都没带来 你带上都是箭 没想到博尔顿也马上很急性地说了一句话 对我们这次都没带橄榄池 但我们期望在11月份 美俄的领导人赛事相逢的时候 双方带出的都是橄榄池 谢谢大家收看 下周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